明明自己仔仔细细地 画了一个超级可爱的妆 但是换上装备之后 就总觉得缺少点内味 并且回顾以往 发现自己出的所有萌妹戏角色 都长一个样 仿佛就是换装QQ秀 你关注的Coser 明明一样是萌妹妆 却总是能画出不一样的感觉 明明是没有做表情 却就是给你一种 她好还原的样子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夜丑说 我对于将自己的片头物删掉 表示深感后悔 本期视频的主题呢 就是针对如何将雷姆拉姆 这类型的角色 出出她的不同感 找出她的不同点 出了一些详细干货视频 真的非常非常干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请接着看下去吧 视频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姐妹们 能够多多的点赞 在我们投币收藏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还是先 先来把底妆的部分给她变出来 没有眉毛看起来也太丑了吧 那的话都是我们赶紧进入眼影的部分 先用到一块浅米色给整个眼皮做打 这句话说的我的快要吐了 直接大面积的铺在我们整个眼皮上 不需要任何的技术含量 之后再用到这一块稍微浅一点的棕刺来勾勒整个眼窝 直接让刷子的尖尖以90度平行 搓在眼皮上 这样就能勾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眼窝的形状 如果大家把握不好的话就只要画一个小一点的刷子就可以了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直观的看到接下来的步骤 所以我还是先贴上双眼皮贴 在进行接下来的步骤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说到本期视频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学会观察人物的细节 去寻找他们的不同之处 这样才能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我们出的蒙昧正太类的角色过于同质化 首先抛开雷姆拉姆的头饰发色发型 这类的明眼人一眼就能望出来的不同之处 还到他们这个眼睛的部分 关于眼妆找不同 大概是每个美妆博主的职业病了吧 首先还是先从你们的老婆雷姆开始分析 这里我又结了一些动漫里的截图 雷姆的眼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下肢圆眼 应该是大部分萌妹都会拥有的一个眼型 整个上眼眶包括眼下肢都是一个圆弧形 没有一个尖尖的眼尾 整体的眼型看起来是非常有顿感的 再来说一说姐姐拉姆 拉姆的眼型呢就更像最近非常流行的 倒三角眼型以及掉细眼妆的结合 她的整个眼尾是有一点微微上扬的 眼尾的转折角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三角形 非常符合拉姆她本身的人物性格的设定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勾勒眼型 先来讲解一下雷姆的眼型 它会稍微简单一些 首先用到一个浅棕色的眼影 先把下眼眶勾勒出来 从我们这个瞳孔正下方开始 这个下眼眶就可以向下走 一直到眼睛后半段的中心节点 就是我们下眼眶的最低点 然后再从眼尾起比 这样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画出一个顿角 再占取深棕色的眼影 稍微给它们过渡一下 让整个眼眶看起来更加圆滑一些 前面的眼眶也稍微连接一下 我们整个眼眶是一个整体 不要把它画成一个开了的括号 之后还是占取这个浅棕色的眼影 我们来勾勒这个卧谈的部分 在眼睛眼下肢的后半段呢 我们这个卧谈也可以稍微再往下画一些 最后再用深一点的棕色 在这个位置稍微加深一下 着重强调整个眼睛的下质感 这样大家再来看一下 整个眼睛的占比 是不是就比这边要大了很多 勾了眼眶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是 平视自己手中的镜子 或者是像我一样平视镜头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 拉姆这边的眼形 和我们这个瞳孔的最边缘开始起比 拉一条向上沿的线 就是不跟着我们原本的眼形走 也不需要画太长 和我们本身眼睛这里的暗沉 齐平就可以了 最后再来用我们本身的眼尾 进行一个连线 再把这条线进行延长 都还是从我们的瞳孔正下方 开始向后进行一个衔接 再来勾勒拉姆的卧残 主重点还是放在我们瞳孔的正下方 然后眼睛稍微眯起来一点 用来确定我们整个卧残的最低点 是在瞳孔的正下方 这个卧残就处于一个碗状的状态 两端向上收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能非常清晰地看出来 两边眼形以及卧残的形状区别是非常大的 我知道现在看起来非常精神小面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毕竟我们是在打草稿 打完草稿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黑色的眼线叶笔进行勾线了 雷姆这边呢 就直接先画一个基础眼线 中间的眼线可以稍微画得粗一些 眼尾的部分呢 依然是平视这个手中的镜子 画一条下肢线 到位不同的是我们要画成一个大括号型 而不是一个尖尖角 这样画出来的眼线是不会拉长眼形 而且看起来是非常圆顿的 越让眼眶前边的眼线越细 再着重加促一下眼尾 起到一个强调的作用 之后再来说到雷姆这边的眼睛 前半段的部分依然是一个基础眼线 从我们草稿的部分开始 整个眼线向上扬 这样整个上眼眶看起来就会平直很多 平视手中的镜子 把这个折角的部分呢 稍微填平一些 把整个眼线都给它填补流畅 下眼眶的部分呢 也是跟着我们草稿的部分走 贴着我们后眼尾向下画 之后将瞳孔正下方的这个下眼眶 画一点小横杠 两边可以不进行衔接 我们只是强调一下这里的眼线 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细节勾勒 也就是画假霜的部分 来占取一些深棕色的眼影 画假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睁开眼睛 同样是平视我们手中的镜子 然后把这个假霜大概的样子给它勾勒出来 它们两个的假霜离自己本身的眼睛距离还是蛮大的 看起来也会更加幼态一些 再来用到一个棕色的眼线页笔 根据这个阴影线来描绘一下假霜线 再稍微占取一些遮瑕膏和遮瑕液 提亮一下整个假霜的内部 主重点还是放在睁开眼能看到的眼睛前三分之一段就好了 现在整个眼妆尤其是沃残 这里看起来还是非常奇怪的 之后我们就要进行眼影的细化以及加深 用一个小一点的刷子 占取一些这种浅棕色的眼影 着重加深一下眼尾的部分 和假霜稍微做一个衔接 再沿着下眼眶进行过度 和卧蚕做到一个衔接 范围不要太大 稍稍超过卧蚕就可以 再用小刷子占取深棕色 紧贴卧蚕进行加深 加重整个下眼眶的存在感 最后再用到棕色的眼线叶笔 稍微画几根夹的下睫毛 稍微画的短一些就好了 只是为了妆容的完成性 不是为了强调它们的存在感 然后我们再来说到美貌的部分 动漫里雷姆和拉姆的美貌差距不是很大 但是硬要抠细节的话 拉姆的美貌呢可以稍微画的上扬一些 雷姆的美貌可以稍微画的平且圆滑一些 雷姆和拉姆的美貌其实超级短的 所以今天呢我要画一个短短的眉毛 之后就到了雷姆拉姆都有的眼下腮红 我认称之为蒙昧必备单品 这里呢我就用到一个超级蓬松的这种晕染刷 占取眼影里的这颗颜色 从我们的眼球正下方 以及这个鼻头阴影处 它们两个90度的衔接点这里开始 然后以打圈的方式把它晕染开 鼻头的部分呢也来一些腮红 画完腮红之后是不是看起来更加有氛围感一些 唇妆就先用一个裸色进行打底 因为我上嘴唇非常薄 所以我会稍微把这个口红给它抿出去一些 这样可以稍微缩短一下我这个人中的距离 再用到一只稍微红一点的颜色 着重点在唇部中央 妆容的最后呢就还是高光的部分 点一个鼻头高光 然后鼻梁中间来一点 在眼头的部分也叠加一些高光 卧红也可以稍微来一丢丢 妆容的部分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今天这句对比较长你们还喜欢吗?学会了没? 如果没有学会的话也不要紧 只要记得一键三连收藏之后 每天观看并加以练习 你一定可以的 如果大家还想看类似的对比造成 也要在弹幕或者评论里告诉我 可能总是要先挖出来才能慢慢的甜嘛 对吧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